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新闻点评 今天是2月7号 前天突然传出消息 已经被羁押了五年多的民主小贩 杨恒军被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之刑 这个消息让人们感到非常的吃惊 这和外界对杨恒军的了解 有巨大的落差 如果他只是一个民主小贩 当局这样做 实在是太夸张了 毕竟刘小波被判有期徒刑11年 民运的硬汉子秦庸民 被判有期徒刑13年 痛斥习近平犯了大不敬罪的文志强 也不过被判刑18年 而杨恒军竟然被判死刑 显然他遭到如此重处 恐怕是另有原因 实际上 当局已开始 就是以涉嫌间谍犯罪逮捕了杨恒军 这次也是以间谍罪处置了杨恒军 根据网上披露的判决出的内容 杨恒军曾经向台湾方面提供情报 而杨恒军本人对当局的指控则是坚决否认 事实上杨恒军的身份在外界看来一直都是一个谜 除了在学术方面的任职以外 杨恒军多年以来还有许多不同的身份 他不但是间谍小说家 知名博客作者 而且他还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政治评论人士和民主畅讨者 在他公开的履历里 他曾经在中共的外交部工作过 后来到海南省政府从事招商 到香港进行旅行社 再后来到了美国成为智库的研究员 最后移民澳洲并成为澳洲公民 但是很久就传言说杨恒军在为中共的安全部工作 成为澳洲公民后不久 杨恒军以谍战为题材 创作了长篇小说三部曲 致命弱点 致命武器 致命追杀 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同时这部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 也等于披露了他自己的真实身份 至少人会联想到 他从前一定在中共的情报部门工作过 尤其夸张的是 杨恒军在2010年出版的自传 《家国天下一书》中 登出了一张 1992年他穿着制服的照片 按照他公开的履历 他当时正在为中共的外交部工作 然而那个制服 却是中共国安系统的装束 这等于正式的公开自己 曾经是国安部的干员的身份 公开自己曾经的特殊身份 杨恒军或许是想告诉外界 他已经和中共的国安系统完全没有关系了 只是杨恒军的这个做法 一方面明显的犯了秘密部门的大忌 另一方面也会让更多的人对他心生怀疑 公开自己曾经为国安部人员的身份 也就基本上消除了他获得重要情报的可能性 不管是在澳大利亚 还是在美国 还是在中国 任何一个掌握机密事项的人 自然都会回避和杨恒军的交往 都会提防杨恒军 这也就意味着 最近这十多年的时间里 杨恒军不该有太大的事情 更不可能掌握什么重大机密 在他移民澳洲后的那些年 杨恒军在网上发表了数量不少的文章 谈论民主话题 他很快就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博主之一 杨恒军自称自己是民主小贩 杨恒军长期生活在香港和美国 他有可能真的认同和赞赏民主制度 也有可能他真的希望中国也能够变得民主富强 这是宣扬民主思想 在中国本是一件犯忌的事情 然而杨恒军却敢大摇大摆的出入中国 总给人不寻常的感觉 不知道他为何那么的自信 似乎他拥有什么可以避开危险的护身符 杨恒军的这些表现引起了外界对他的质疑 甚至怀疑他所谓的民主宣传 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维稳 实际上是在帮助中共当局 2010年的年末 北非爆发了茉莉花革命 几天的时间多个国家的政权易主 很快这场革命也蔓延到了中国 有人在网上号召在中国发起茉莉花革命 结束中共的独裁统治 一时间国内也是风声鹤唳 让中共当局大为紧张 就在这个时候 杨恒军从美国乘飞机来到了广州 未曾想一下飞机就发现被人跟踪 很快他便失去了音讯 原来他被广东的公安机关扣押了起来 传说当局怀疑他在幕后参与了茉莉花革命活动 这件事情发生在2011年的三月末 显然 有关当局早已把杨恒军打入了令册 视他为敌人了 对杨恒军来说 这应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严重信号 以他的职业敏感性 他不应该不清楚 有报道说 当时杨恒军向广东公安机关 提到了他曾经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的情况 如果真是这样 这就意味着杨恒军把他在国家安全系统任职的经历 当做了他在国内行动的护身符 杨恒军的突然失踪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当时正好澳大利亚总理正在北京访问 在和中共领导人会谈当中 特别提及了杨恒军失踪一事 也许是多种因素的促成 杨恒军这次很快得到了释放 如果是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 肯定会格外的小心 以后绝对不会再踏进中国一步了 然而杨恒军对这个事情并没有太在意 以后他还多次触入中国 尤其是2014年 杨恒军还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 国庆65周年招待会 这个招待会 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的领导人 和党政要员都要参加 出席这个会议的其他人员 一定会受到严格的审查 杨恒军能出席想必是非同一般 显示他得到了中共当局的高度信任 也许杨恒军此前宣扬民主 并没有引起当局的反感 也许杨恒军现在的言行发生了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 习近平上台之后 杨恒军发表了不少的文章 送赞习近平 其中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这篇文章 杨恒军认为 听到习近平一些讲话 很多人就糊涂了 这一糊涂也忽视了习近平在做什么 杨恒军认为 推崇空谈物国 实干星帮的习近平 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在如何认识习近平这个问题上 颇有点众人节罪我独醒的味道 特别是杨恒军在海外 用英文发表那些吹捧习近平的言论 可能对西方人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就在杨恒军出席国庆招待会后不久 就传言说 杨恒军将出任中共的对外宣传部部长 令人意外的是 2019年的1月 杨恒军乘分机再次来到中国 突然在机场被中共当局扣押 并在不久以后 以间谍犯罪遭到起诉 而这一关押就是五年时间 期间传出消息说 杨恒军受到了频繁的审讯和精神摧残 杨恒军的肾脏被发现有囊肿 可能会死在监禁过程中 对此当局不仅没有释放他 反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他这样的身体状况 又判这样长的刑期 显然分明就是想让他死在监狱里 杨恒军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 这足以说明他确实被中共当局当作了敌人 那么杨恒军本人此前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呢 好像他本人并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中共的敌人 否则他还怎么敢大啦啦的出入国门呢 他不应该对党的残暴 阴狠缺乏了解 想必是他太过自负了 这次当局将他判处死缓 提及的罪证都是二三十年前的旧事 这也说明国安部门并没有发现杨恒军 最近这些年的问题 他们很可能只是感到杨恒军的言行极为可疑 也许国安部门却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却找不到线索 而过度活跃的杨恒军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最终成了他们的靶子 有人认为杨恒军只是宣传民主思想 而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报复 这个说法可能把问题简单化了 就算是他真的宣扬民主 就算是犯下了煽动颠覆政权罪 也不至于判的这么重 当局用间谍队指控他 明显不是把他当作一般的政治犯来看待的 而是把他当作有特殊背景的危险分子来处置的 认为他是在刺探党国的重要机密 是在为敌对国家服务 这是很难让人相信 杨恒军还能从党国获得重要的情报 不排除杨恒军对党国的特殊亲近 可能产生了意外效果 让国安部门认为 杨恒军可能负有特殊使命 在向党国高层渗透 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也许杨恒军真的相信党国 也真的想亲近党国 然而却引起了党国的怀疑 党国也许没有找到他犯罪的证据 但是更是找不出相信他的理由 说句一大白话 杨恒军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结果给自己找了大麻烦 顺便说一句 杨恒军也曾经不避嫌疑的 接触过一些遭到中共敌视和怀疑的 海内外敏感人士 这些人或者婉拒和他来往 或者心存戒心 虚一伪夷 杨恒军似乎意识不到 他在别人眼里的另类身份 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 只不过在这些人那里 杨恒军最多只是遭到冷遇 杨恒军的这些做法 似乎和他的聪明鸡民很不相符 可以说他一直在干傻事 可是他又不是真傻 所以才格外的令人怀疑 杨恒军就像是一只蝙蝠 飞到鸟群里被当做老鼠 落到老鼠窝里又被当做飞鸟 在哪儿都不被接受 最终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杨恒军的作为确实令人费解 杨恒军已经被关押五年了 这期间不仅有各方的博弈 相必也有习近平当局的反复推敲 作为政治审判 在这个时候做出判决 势必和当前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对杨恒军的重判 无疑是对当前国内国际局势的反应和应对 另外习近平习惯于废无利用 通过处罚已经退休 已经无用的高官 以敬效尤 这次重判杨恒军 未必不是废无利用 重判杨恒军 这是在向体制内的那些人 以及曾经在体制内任职的那些人 发出的严厉警告 如果敢有二心 尤其是敢理通外国 一定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可以肯定的是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杨恒军被判死缓 都是一个政治信号 这意味着 中国的国内将会变得更加黑暗 更加严酷 中共对外也会更加疯狂 更加野蛮 不排除 习近平当局 已经在部署和美国和澳洲 和西方世界进行对抗 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 图书栏目 购买毛泽东36G电子版 本书阐释的这位阴谋大师 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 本期内容的文字稿 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 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of Equal